有这么一部电影,主演感觉都要被网友骂到退圈了 却不妨碍他连续掌获两个最佳女主角奖 在冲击奥斯卡惊人的路上一路长红发发发 那么到底是网友太杠精还是评委瞎了眼 好了啦,我是塞比 今天我们就来剖析这部讲戴安娜王妃的大片《斯宾塞》 电影的理解门槛有点高 可以说每句话都藏着彩蛋 所以我们这期视频用的是拉片形式 争取让大家看完就能全get到 故事发生在1991年的圣诞假期 从1988年开始 女王每年都会来桑格林汉姆府过圣诞 而这一次,戴安娜王妃迟到了 戴安娜独自开着跑车 行驶在英国的乡间小路上 这像是服美丽的风景画 而戴安娜嘴里却忍不住冒出了脏话 这一片是戴安娜从小长大的地方 她想不清楚自己怎么就迷了路呢 戴安娜把车开到路边的餐厅想问个路 刚走进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身上 她不得不摆出王妃特有的端庄仪态 优雅又小声地询问 又开了一会儿,戴安娜在路边遇见了戴安娜 戴安娜是皇室的厨师长 和戴安娜的关系特别亲近 她给她做了15年的饭 和她一起经历过那些最黑暗的时刻 现在戴安娜在油管上经营着自己的频道 在节目里她大方承认自己也曾单方面的深爱过戴安娜 回到剧情 在这个地方见到戴安娜 意味着戴安娜离桑德林汉姆府也不远了 戴安娜告诉她 除了女王外,大家都来起了 戴安娜回了句,又是这样 言下之意是,她又成了给大家添乱的那个 私下张望时,她看到旁边的草地上有个稻草人 这让她想起了爸爸 斯宾塞伯爵以前住这时 经常把旧衣服封给附近的农民 她忽然特别笃定 稻草人身上披着的衣服就是爸爸的 于是她不顾道论劝阻 翻过栏杆一路小跑 把稻草人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带了回去 等戴安娜赶回桑德林汉姆府时 女王已经到了 所有人都到齐后,只等着戴安娜了 但门口新来的管家却执意让她坐上体重计 短短一段剧情涉及到了两个皇室传统 圣诞前夜,每位皇室成员 到达桑德林汉姆府的顺序是有严格讲究的 最年长的成员必须最后一位到 这也是戴安娜闯祸的原因 另一个传统是圣诞晚餐称体重 这是英皇爱德华七世担心家人和宾客吃得不够尽兴 在1900年代制定下的规矩 后慢慢演变成了传统 电影中戴安娜说的是至少增重三磅 但实际数字外人是不知道的 戴安娜很不喜欢这个奇怪的传统 以前的管家总会直接放它过去 但这次来了个新人 看起来既古板又守旧 还很严格 坚持要让戴安娜完成传统 这个时候管家阴阳怪气地冒出一句 1847年阿尔伯特亲王提出了这个概念 刚才我们明明说过 称重是1900年当时的国王提出的 难道是管家记错了 其实不是 这里管家是故意在用另一段历史来敲打戴安娜 在1847年阿尔伯特亲王提出的概念是装饰圣诞树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传统 因为在19世纪初期 圣诞节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日 但随着英国国力发展 人们富裕后变得开始重视家庭 尤其是铁路兴建起来 让回家团圆成为了可能 于是皇室的阿尔伯特亲王 拍了张装饰圣诞树的海报 教大家在团聚的日子里找点试感 这很快就演变成了潮流 逐渐传承到今天 管家故意把时间说错 就是暗戳戳地提醒戴安娜 皇室圣诞节传统由来已久 必须严格遵守才能传承下去 尤其是皇室成员 更应该以身作则 这也让戴安娜一进门 就感受到了压力 这时戴安娜的两个孩子 从楼上下来 他们就是日后著名的 真人秀王子 威廉和哈利 两个孩子一看到戴安娜 就寒冷 不知道是谁 往哈利身上套了件 滑稽的成人外套 这让戴安娜非常不爽 时笑他 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滑稽 戴安娜会这么说 一是因为丘吉尔是他亲戚 两人都出自斯宾塞家族 二是故意说给管家听的 丘吉尔是女王登基后的 第一任首相 也是女王尊敬的长辈 刚才被新管家 用皇室先辈这么一压 戴安娜会不会是 想找回点场子呢 这里仅仅是个人猜测 接着戴安娜又继续抱怨其 暖气每年都不开 新管家回避了这个问题 只说再给小王子拿些毯子 她当然不敢接话 因为戴安娜抱怨的对象 就是女王本人 这里就要提到 女王和她的科鸡了 女王是个出了名的狗狗爱好者 巅峰时最多养了30多只科鸡 还配备有专门的营养师 吃得比人还好 除了这个 女王在不开暖气方面 也是出了名的 这其实还是和她的宝贝科技有关 因为狗狗躺过的被窝 一般都很暖 想象一下 随时有30多只小火炉 在身边打转是什么感觉 只是 这就苦了其他来访下榻的宾客们 回答剧情 新管家催促大安娜进去 大安娜却忍不住 一路小跑到了厕所 吐了出来 原来这个时候 她早已深受暴时症的困扰 公众第一次知道 大安娜患病是在1992年 但在纪录片 大安娜她的字述里提到 大安娜的症状 早在她和查尔斯亲王订婚时 就已经出现了 那是在订婚后的一周 查尔斯把手放在大安娜的腰围上说 这里有点胖 这句话刺激到了大安娜 腰围从第一天凉婚 杀的29英寸 减到了婚礼当天的23英寸半 之所以会让体重减轻 是因为暴食症患者 会尝试在暴饮暴食后 进行进空行为 通过呕吐或者歇药等极端的方法 来消除身体里的食物 而电影表现出了一种 皇室成员知道她的病症 却依旧表现冷漠 甚至置之不理的状态 更凸显出了这个家里的冷 从厕所呕吐完出来 大安娜在走廊 遇见了服装师马基 她瞬间像遇到了救星 两人是无话不说的闺蜜 但可能因为他们太过亲密 马基曾被上级 从大安娜身边调离过 这次圣诞假期 对大安娜来说更像是场冒险 有亲近的人陪着 能让她心里好受不少 她让马基把那件 从稻草人身上扒下的 属于她爸爸的外套 喜好缝不起来 有马基和爸爸的遗物在 大安娜觉得 自己稍微找回了点勇气 吃完下午茶 大安娜躲进了孩子房间 身边只有孩子们的时候 她感到很放松 这时 仆人敲门让他们下去拆礼物 哈利忍不住问 为什么他们要在圣诞前夜拆礼物 而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在圣诞节时拆呢 这其实又是皇室的另一个传统 皇室血脉传承于德国 为了尊重仙人传统 他们会在圣诞前夜 喝完下午茶后拆礼物 在这里 大安娜用了个更情绪化的表达 她告诉孩子们 他们在学校学过三个时态 过去 现在 未来 但在皇室里 只有一种时态 没有未来 而过去和现在又是一样的 这其实就是在讲 皇室一成不变 太过循规蹈矩 而变得死气沉沉 她在这样的环境里 感到非常绝望 皇室拆礼物 本该是个有趣的环节 比起送贵重的礼物 成员们更喜欢比较 谁送的礼物更便宜 更能让人发笑 比如凯特王妃 在哈利王子结婚前 就曾送给过她一个人形娃娃 丢进热水里 就能发账长大 上面写着 众个女朋友 哈利王子也曾送过女王一顶玉帽 上面写着 生活不就是个婊子吗 可见 气氛还是蛮好的 但电影没有展示拆礼物的环节 因为对大安娜来说 她看到的 只是欢笑后的一片狼藉 所有的开心都与她无关 她在混乱的客厅里 找到了一串巨大的珍珠项链 旁边刚好有两个打扫卫生的仆人 她自顾自地说起来 在某张照片中 看到了有个女人 戴了条一模一样的 查尔斯肯定是忘了 给别人也送了一条 所以她从来不戴 这是一种无声抗议的表态 大安娜很有倾诉的欲望 但两个仆人都垂下眼睛 不敢接话 这里不得不提到 大安娜的那句名言 我们的婚姻有三个人 所以有点太拥挤了 这个第三者叫卡米拉 在她的第一次婚姻期间 还和查尔斯私下保持着情人关系 这种关系在查尔斯和大安娜结婚后 一度终止 但没过多久又死灰复燃 所以查尔斯不爱自己 是大安娜所有痛苦的根本来源 大安娜无趣地回了房间 在书桌上发现了本书 书名是《安娜柏林 殉道者的生与死》 她不知道这本书是谁放的 反而被书的主人公给吸引住了 她甚至还记得爸爸讲过 安娜柏林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这个人物的生平故事和大安娜很像 也是以此来类比戴安娜的心境 所以为了读懂戴安娜 我们必须先了解安娜柏林 安娜柏林是活跃在16世纪初的一名奇女子 幼年时在法国宫廷长大 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 也学会了各种宫斗技能 长大后 她带着美貌和才华回到英国 成为了当时皇后的侍女 因为穿着时尚思想开放 很快她就成为了宫廷圈内的名媛 任何男人见了都会被她迷住 这也包括了当时的国王亨利八世 再加上皇后一直没能为国王生下儿子 国王索性狠下决心 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和皇后离婚 迎娶了安娜 从爱上到娶回家 国王总共用了八年的时间 也是直到婚前不久 两人才第一次同房 听起来这像是段佳话 可婚后不过三个月 国王对安娜的热情就迅速消退 加之 安娜也一直没能生下王子 国王很快就一亲别恋 爱上了另一个 更年轻貌美的女子 简西摩 最后安妮因通奸叛国等18项罪名被斩首 距离登上皇座不过三年时间 所以她又被称为千日皇后 安妮柏林的故事 让戴安娜产生了巨大的功名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 但她已经不自觉地 把自己带入了安妮柏林的角色 但她选择性忽略的是 安妮柏林其实并不是个 漂亮的惹人肚的傻白甜 相反 她的心机可以用毒辣来形容 成为皇后前 她就一直吊着国王不同房 现在看来她使得计 比那些几万块一节课的PUA大师 不知道要高多少 加冕皇后后 安妮日渐猖獗 不仅作风极其奢靡 还有意揽拳 迫害了以前反对过她的人 为了羞辱前皇后 甚至让前公主来侍奉自己的女儿 最后安妮倒台 也是因为看她失宠后 敌对派系奋起反击 把她扳倒 所以安妮柏林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但这些内情 戴安娜都忽略了 她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 明明是亨利八世出轨捡希莫尔 却污蔑安妮与其他男人通奸 放下书后 戴安娜试起了晚餐的礼服 这时马基敲门进来 戴安娜忍不住抱怨 这身衣服根本就不符合她现在的心情 她想要黑色的 喜庆的日子里穿黑色 这多少有点不吉利吧 但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 戴安娜最后还是决定顺从 穿上马基配好的礼服和项链 因为现在并没有足够穿黑色的理由 这里其实又买了个彩蛋 戴安娜在1994年的一次公开活动上 穿了一身低胸紧身的性感的黑色长裙 这个行为严重违背了皇室的着装规定 但其实这是戴安娜的一次无声抗议 同样是时间当天 她的丈夫查尔斯亲王 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了婚外情 那条黑色长裙也被称为复仇小黑裙 而广为流传 有资料说 这条裙子在三年前就已经设计好了 但戴安娜因为款式太大胆而不敢穿 这刚好就和剧情里的时间段重合 91年她就已经有了复仇小黑裙 但直到三年后 她才找到穿的理由 难得和闺蜜好好聊聊天 戴安娜吐露了心声 这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压抑 仿佛随时有人在监听她说话 甚至包括思想 特别是那个新来的管家 这种气氛让她实在受不了 今天差点就开车逃走了 马金安卫道 别觉得每个人都在害她 这就更给他们理由了 戴安娜自己非常清楚 自己在这个家根本待不下去 要不就是她逃走 要不就是皇室把她赶出去 总有一边要先做出选择 马金知道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查尔斯身上 她和戴安娜复杂的婚姻矛盾 因为两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被摆上了明面 马金只能劝戴安娜 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至少让查尔斯记住她的美 这更戳到了戴安娜的痛处 因为她很清楚 美对她现在这个处境来说 一无是处 完颜开始了 戴安娜戴上那条项链后 就像上了层枷锁 每个人都在机械地吃着饭 新管家的监视 让她浑身不舒服 她察觉女王在看着自己 一转眼 女王又变成了安妮柏林的样子 这说明 她现在的情绪状态 已经极度不稳定了 而查尔斯在一旁看着她 眼神里既有责怪 又不愿出声 音乐逐渐变得激昂 戴安娜情绪激动起来 索性扯掉项链 就着汤 吃下了硕大的珍珠 然后忍不住跑到厕所 大口呕吐起来 狼狈地照着镜子 戴安娜看着脖子上 完好无损的珍珠项链 才反映过来 刚才一切不过是幻觉 而仆人又在外面敲门 说大家已经在等着她吃甜品了 仿佛她只是颗 掉链子的零件 影响了机器正常的运转 因为晚饭全吐出来的缘故 戴安娜半夜实在饿了 她跑去厨房 毫不顾忌仪态地 抓起食物塞进嘴里 却被突然出现的新管家 吓了一跳 戴安娜问她到底是谁 我们这才听见她 第一次自我介绍 她是女王的侍从武官 这个官职也是干着管家的活 但必须是军队出身 为了统一称呼 我们就叫她军官 女王派军官来 名义上是保证 桑德林汉姆府的安全 防止狗仔队靠近 其实就是监视戴安娜的一举一动 防止她乱来时被狗仔拍到 军官甚至提醒戴安娜 换衣服的时候 急得拉窗帘 给狗仔看到了可不好 这让戴安娜觉得特别可怕 瞬间就断了说话的欲望 暴时一通后 戴安娜的情绪似乎还没平复 她趁着夜色溜了出去 静止走到了栅栏边 在这里 她能看到不远处的帕克庄园 那里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为什么戴安娜的老家就在旁边 这里要引出一段过去 戴安娜出生贵族家庭 她的父亲是斯宾塞伯爵 斯宾塞家族 曾从女王手上租下了 桑德林汉姆庄园 两万尺占地里的帕克庄园 因为靠得近 戴安娜小时候 还和同龄的两个王子做过玩伴 她想看一眼童年的家 不是什么大事 但所谓坚持要汇报 因为这是皇家的规定 戴安娜说 你们就当看见鬼了吧 这不说还好 一说又引发误会了 外界都在怀疑戴安娜精神不正常 现在她又说什么神神鬼鬼的 更是坐实了那些流言蜚语 戴安娜回到孩子房间 把今天在加油站 偷偷买的圣诞礼物送给他们 叮嘱他们明天一早再拆开 就像其他孩子一样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戴安娜不想孩子们 被王子的身份束缚住 她更想让他们 被冻得睡不着觉 戴安娜干脆点起蜡烛 和孩子们玩起真心话游戏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戴安娜如此放松的状态 她甚至还很有兴致地 玩起了角色扮演 只是作为大哥的威廉 还是注意到了妈妈的悲伤 戴安娜问孩子 他们理想中的圣诞 是什么样子的 两个孩子都回答 他们厌倦了皇室的规矩 不想每天都抛头露面 戴安娜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如果真有这样的圣诞节 应该会是个奇迹吧 而他们从没有过奇迹 哈利又问威廉想不想当国王 威廉说自己没得选 她转头问妈妈 想不想当皇后 戴安娜只回答 虽然威廉和哈利还是孩子 可他们比任何人都理解自己 戴安娜泛起一阵心酸 她叮嘱两个孩子 如果接下来几天 她变得疯疯癫癫的 一定要告诉她 因为她只相信两个孩子说的话 第二天是圣诞节 一早戴安娜就发现马迹不见了 军官安排了新的服装师 她一进门就拉上了窗帘 很明显这是军官派来的眼线 戴安娜客气地把服装师赶出去 并强调自己只要马迹 如果军官不允许的话 她就用刀还来所有的礼服 服装师出门时 戴安娜突然又拉住她 为自己刚才的粗鲁道歉 她只是想要马迹回来 怕别人误会了 自己是个很凶的人 闹了这么一出 戴安娜又在皇室合影时迟到了 她向女王行的屈膝里 优雅地走回自己的位置 她希望自己能保持这种清醒 不要失态 早餐时 军官宣布今天的行程 十点要去大教堂做晨间祷告 这也是每年圣诞 皇室的传统节目了 戴安娜不想在活动上出差错 她问查尔斯 自己看起来怎么样 查尔斯敷衍地回了句 不差 接着提醒戴安娜不要掉链子 在教堂钟声响起前 不要着急把大家 倾注心血做的食物给吐掉 显然 查尔斯早就知道了戴安娜的病症 但比起妻子的健康 查尔斯更关心皇室的颜面 活动结束后 摄影机都还在 戴安娜尽量表现自然地和威廉闲聊 可她还是察觉到 人群中一书一样的目光 那是个说不上漂亮的金发女人 微厂着的领口 露出了一串和她同款的珍珠项链 这人就是戴安娜痛苦的正主 查尔斯的情妇卡米拉 这段婚外情深深伤害到了戴安娜 她遇到查尔斯时 才17岁 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而30岁的查尔斯 已是月女无数 情感丰富 她很快被查尔斯迷得神魂颠倒 在20岁时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以说戴安娜情感世界 从来只有查尔斯一人 可这份全心全意的爱 最终换来了背叛 戴安娜很不甘心 她曾直接质问过查尔斯 可得到的却是 查尔斯理直气壮的答复 我不想成为英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情妇的威尔斯亲王 王子扎得明明白白 王妃伤得痛扯心扉 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查尔斯不仅把卡米拉一个外人带来了 还戴上了和戴安娜同款项脸来恶心她 这是在示威 还是想让卡米拉上位 最惨的是 整个皇室 没有任何人站出来 替戴安娜说话 面对镜头 戴安娜必须维护住皇室的颜面 满身的委屈无处发泄 还得和查尔斯扮演模范夫妻 她努力想过好这一天 却没想到 还是出了错 本该是圣诞日教堂穿的衣服 戴安娜穿成了节礼日午餐的 服装是吓了一跳 说自己是不是要主动反应一下 不然别人会怪罪到她头上 军官嘿嘿一笑暗示她 像这种事情 出岔子的永远是戴安娜 午休时 戴安娜读着安妮的传记 迷糊间 她好像看到了安妮的鬼魂 在对她说 这是一首都夺时代的诗 一般认为是安妮柏林被处决前写的 安妮知道 自己的结局无法避免 但死亡能让她平静 从目前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其实这时候 戴安娜也已经在想 死亡是不是也能让她解脱了 她怀着悲伤睡去 却被一阵枪声吵醒 原来查尔斯正在草地上 叫威廉射击 戴安娜一直被认为 是皇室的反叛者 她改变了很多 皇室传承已久的传统 但有一个传统 她改变不了 就是打猎 尤其是她当了妈妈后 她非常不喜欢威廉和哈利打猎 更不喜欢他们拿枪的照片 被人拍下来 她曾这么对孩子说过 当你们射杀小鹿班比的时候 总会有人高举旗帜反对的 可施语愿为 两位王子长大后 都成了打猎爱好者 戴安娜觉得 威廉这个年纪顽强不安全 刚好查尔斯也有话要跟她说 两人约在了活动室见面 这段对话 我个人认为 是整部电影 设计最巧妙的一场戏 值得我们逐针拆解 首先是对话层面 两人是典型的夫妻吵架 自说自话 如果一方在一个话题上理亏 会迅速抛出下一个 让对方理亏的话题 所以吵的永远不是嘴上的话题 而是背后的情绪 我们且看他们具体吵了什么 前面都是正常攻防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让孩子射击 为什么迟到 谈到迷路时 戴安娜稍微开启心扉 说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除了那个稻草人 这是戴安娜想交心的尝试 也是女孩对你信任的信号 这是情商高的男孩子 只要顺着话头往下聊 感情就加深了 但查尔斯用那种 最糟糕的聊天方式 他粗暴地否定了戴安娜 甚至提出了更荒谬的指控 问戴安娜是不是被什么人拖住了 言下之意是指控他是不是偷情了 查尔斯这么做 可不是因为情商低职难挨 他就是故意的 想从不同层面刺痛戴安娜 戴安娜也是有旗帜 反将查尔斯一军 到底是谁会被人拖住 谁在外面偷情 查尔斯瞬间理亏 然后非常笨拙地转移话题 居然接了戴安娜上个问题回答 说射击怎么可能危险 很明显这是他慌了 不停摆动着手上的黑巴 桌上的抬球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斯诺克的规则是白球攻击 黑球是最终目标 而中间所有其他颜色的球 都可以看作是障碍 但这场对话里 戴安娜的白球没有动作 查尔斯却把黑球抓在手里 左右闪躲 多出小动作藏真心 他的真实想法 在肢体语言中展露无遗 稍微平静后 他又开始责怪戴安娜 为什么不拉窗帘 明知道媒体对他们围追堵截 可能觉得力度不够 他又补了个话题 则问他为什么早上穿错了衣服 戴安娜心虚了 他的肢体开始不自然地扭动 开始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 凭什么觉得他被人拖住了 为什么要让威廉练射击 甚至到后来略带哀求的 希望查尔斯能让人 拆掉老家帕克庄园的栅栏 希望查尔斯别再买同款珍珠项链了 如果说媒体在围追堵截 那也是在针对他一人而已 此刻戴安娜已经把自己的脆弱 完全暴露了出来 只希望查尔斯能安慰一下他 可查尔斯低垂着头 根本不回应戴安娜那热切的眼神 而是冷冰冰地回了句 戴安娜已经情绪激动地说不出话了 查尔斯这才转过身来 放开摆弄了好久的黑球 认真和戴安娜沟通 可他这一开口就扎翻全场了 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 一面是真正的自己 另一面展示给外界 你必须强迫自己的身体 去做厌恶的事 这个厌恶 查尔斯用了个很重的词 Hate 戴安娜反问 真的厌恶吗 查尔斯低下头默认 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其实话已经非常直白了 查尔斯觉得 取戴安娜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是他给外界看的一面 是他憎恨的 查尔斯终于说出了实话 也就把手上的黑八交出去了 戴安娜拿到黑八 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脆弱 这个时候他能想到 唯一的救命稻草 就是马基 而查尔斯却狠狠地又捅了一刀 说正是马基 把他精神崩溃的谣言传出去的 黑八掉下来的瞬间 也代表着戴安娜彻底输了 我们回看这场戏的场面调度 两边都采用了对称构图 营造出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而中间隔着张台球桌 占据了画面的一半 这也暗示了两人间的关系 如隔山海 并不亲密 但随着两人谈话的深入 我们看到镜头慢慢往前移 显示两人距离拉近 但注意 这并不代表他们在交心 而是他们的冲突 变得更加直接正面 这里镜头给的是仰视视角 人物更多表现出了一种 咄咄逼人的攻击性 警别也没有切换 形成了一种僵持感 连摄影机都不敢乱动 而当查尔斯摊牌以后 对峙结束 镜头也开始往回拉 而戴安娜在画面中不安地扭动 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就算婚姻失败了 戴安娜明白 自己作为王妃 还是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 于是她趁女王遛狗时 默默跟了上去 夸女王在圣诞制辞时 穿的衣服很漂亮 也算是委婉的 为她自己尽早穿错衣服的事道歉 女王何等精明 作为皇室成员 她们要拍很多很多照片 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她今天上电视的礼服 也不是服装师选的 真正重要的相片 只有印上纸币的那张 女王在这里 巧妙地用了currency这个词 currency不仅代表着货币 还有流通交换的意思 这其实是女王在暗示戴安娜 她们这些皇室成员 是人们的谈资 也是人们交换的话题 外界会赋予她们另外的价值 会对她们进行炒作 至于她们本身是怎样的 其实没多少人关心 所以戴安娜只需要维护好皇室的形象 承担王妃的责任就好 女王的话让戴安娜思考了好久 在阳光下静静坐了一会儿 她决定去厨房找点吃的 这是她和厨师长达伦的默契 她问达伦 那些被威廉打中的野鸡会怎么处理 达伦说 厨房会把野鸡拿回来 拔了毛好好打扮一下 好让每个人回家都能拿到一只 还会剩下很多 仆人带走一些 给狗喂一些 再有剩下的就只能扔掉了 可能怕戴安娜难受 戴安娜安慰她 野鸡本来就是猎物 就算他们不被射死 也可能会被车碾死 他们不聪明的 戴安娜忽然又想起 Vogue杂志对她的评语 漂亮但不聪明 这不和野鸡一样吗 戴安娜赶紧转移了话题 说晚宴准备了她最爱的叔父雷 戴安娜这才轻松一点 她又提起这两天在读的安妮柏林传 还说自己看到了安妮的鬼魂 戴安娜赶紧打断她 这话可不幸乱说 因为他们皇室成员 对员工说的每句话 都会流传出去的 戴安娜在这里也用了 Currency这个词 戴安娜又想起 刚才女王提醒她的话 顿时觉得 自己不能讲真心话 也不配拥有朋友 只能乖乖成为硬币上的脸 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戴安娜心疼戴安娜 提醒她以后不要再提鬼怪 砍头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了 外面已经有很多 关于她精神不正常的传闻了 戴安娜突然委屈地掉眼泪 就算她不说 人们也能看得出她不开心 她甚至感觉 每个人都能看穿她 戴安娜认真地说 皇家人和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都会八卦 都会对怪事和丑闻感到兴奋 但他们唯独不会笑戴安娜 大家都爱她 也希望她能生存下去 就像十年前她刚来时那样 这番话触动到了戴安娜 但她没说什么 而是向戴安娜借了个钢丝钱 完颜前 戴安娜独自出来散步 她看到草地上有只孤零零的野鸡 就对野鸡说起了话 想跑的话 就跑到肯兴顿宫 因为那里才是家 没有人伤害她 反而会夸她漂亮 实际上 这就是戴安娜的真实生活 肯兴顿宫就是她的港湾 在那里 她永远可以穿着最美的衣服 受人夸赞 成为人们模仿的时尚风向标 正在戴安娜感叹时 军官走过来提醒她 现在已经五点了 应该回去换衣服 为晚宴做准备了 戴安娜不耐烦地回了局 晚宴八点才开始 军官也没生气 反而平静地坐下 和戴安娜谈起了过去 讲起他们以前打仗时 遇到的危险 讲起战友 为了缓解她的恐惧 讲的故事 他们从集市 买回来一匹猎马 那匹猎马 把他们很多人都甩了下去 根本无法驯服 故事争到精彩处 下一秒 战友就被子弹射穿了头颅 没人再知道 那匹猎马的结局 但从那时起 军官就明白了 他们作为战士的使命 就是要用生命效忠皇室 那些细腻的感情 根本不重要 言下之意 是想用战士的牺牲 来提醒戴安娜 她现在 多少有点无病呻吟了 只是戴安娜回答军官 她不希望任何人为她牺牲 也希望那匹猎马 永远不被驯服 军官听明白了 她和戴安娜理解不了对方 也根本不可能聊到一块 于是她站起来 恢复了平时冷冰冰的态度 说道 她效忠的是女王和温莎家族 站在皇室的立场 请求戴安娜 别再任性下去 戴安娜反问 那本安妮的传记 是你放的吗 作为警告 军官假装听不懂 静止走开了 戴安娜回到自己房间 发现服装师 已经给她准备好了 圣诞晚宴的晚礼服 还阴阳怪气地说她 看来王妃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呢 戴安娜忽然想起 刚才和军官的对话 也不怪服装师 这也是个像皇室宣誓了 被抹杀了灵魂的士兵而已 戴安娜还发现 房间的窗帘被封了起来 服装师解释 是查尔斯让她这么做的 因为外面来了很多狗仔队 确实是个好招 这样就能把她困住了 戴安娜换好了晚礼服 服装师给她戴上了珍珠项链 看了首饰 像是在给绞刑犯人的脖子 系上麻绳 戴安娜忽然想戏弄一下服装师 就说自己现在要自摸一下 麻烦她出去 那些工作人员不是喜欢八卦吗 戴安娜索性给他们点劲爆的料 还特意嘱咐服装师 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听到哦 服装师走后 戴安娜翻出钢丝前剪开窗帘 就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 夹破了手臂上的一块肉 距离晚宴开始还有30分钟 她这么做 更像是用疼痛提醒自己 她想做好 今晚不能再掉链子了 但下个瞬间 她就又换好了睡衣 钻进了威廉房间的厕所里 威廉不得不提醒她 其实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觉得 戴安娜是不是太矫情了 一个晚宴而已 她为什么要左右横跳 扭扭捏捏 其实我们这么想就好理解了 戴安娜本来只以为 查尔斯是不爱她 没想到查尔斯是憎恨她 可面对这么大的打击 戴安娜连伤心都不被允许 还要被皇室尊严 民族大义给绑架 不得不在所有人面前 和渣男扮演模范夫妻 换位思考一下 那简直是像炼狱一样煎熬 圣诞晚宴就像是颗定时炸弹 越临近爆炸 戴安娜的情绪就越不稳定 她现在就是努力 给自己找出席的理由 想到达伦专门给她做了舒芙雷 她勉强鼓起了勇气 她问威廉 是不是在教堂里见过简西摩尔 其实她想说卡米拉 但这时她已经有点混乱了 戴安娜不记得 自己是怎么吃完的主餐 却还是在甜点上之前 忍不住跑去厕所 全吐了出来 她自言自语地说服自己 还没吃上大论座的舒芙雷 她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这时厕所门忽然开了 戴安娜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喊 马基居然来了 戴安娜这才像是抓住救命稻草 让她陪着自己 不要再离开了 可一转头她才看到 眼前的只是仆人 并不是马基 她出现了幻觉 两名仆人跟在身后 戴安娜穿过长长的走廊 就像被人押送上刑场 这时戴安娜突然下定决心 她要逃跑 她要回自己真正的家 戴安娜大步走着 窗外透过微弱灯影 这一刻 她感觉自己变成了安妮波林 仆人们向军官通知了这件事 军官却下令不再阻拦 还吩咐让巡查放她走 因为那是她想要的 在月光的照耀下 戴安娜用钢丝钳剪断铁网 穿过布满荆棘的丛林 她终于回了家 由于房子年久失修 地板和楼梯已经脆弱不堪 戴安娜差点在楼梯上踩空 她来到卧室 想起儿时的自己 那时她还不是王妃 只是一个普通女孩 一个可以自由地 在田野里奔跑 撒欢的孩子 想着想着 戴安娜泪流满面 回家是件开心的事 可她为什么还是难过呢 她的原生家庭有关 戴安娜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 在她之前还有两个姐姐 有个未出世就夭折的哥哥 所以戴安娜的出生 让她父亲非常失望 她迫切地想要一个儿子 甚至觉得生不出儿子 是妻子有生理缺陷 为此还把戴安娜母亲 送去诊所治疗 这对女人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也是导致他们夫妇离婚的根源 后来父亲再娶 戴安娜和继母的关系很糟糕 甚至还把继母称为恶女 可想而知 童年的不幸让戴安娜成为了一个极度缺爱的人 于是她把精神寄托在了查尔斯身上 现在查尔斯的出轨 无疑是对她的沉重打击 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戴安娜逐渐抑郁 她不仅自残 甚至还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正想从楼梯摔下去时 戴安娜却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只见安妮柏林出现在眼前说 国王送给了她一副自己的微型画像 她把画戴在了脖子上 和安妮自己的一模一样 所以安妮把她的扯了下来 这其实是安妮自己的故事 1535年底 国王亨利八世对安妮热情消退 转而爱上了简西摩尔 简西摩尔把国王送的画戴在脖子上 还在安妮面前耀武扬威 安妮反应非常激烈 直接从简的脖子上扯了下来 还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这其实就是在告诉戴安娜 姐妹冲吧 戴安娜想起了那些美好回忆 她结婚的那天 少年时跳芭蕾 和孩子们嬉戏 在草原上奔跑 曾经的幸福给了她勇气 戴安娜把项链扯断 像是挣脱了架锁 珍珠一颗颗洒落在楼梯上 她决定要坚强 要好好活下去 节礼日当天 戴安娜房间的窗帘被拉开 她迷糊醒来 发现是马基回来了 也只有马基才会为她拉开窗帘 两人开车到海边 马基说 是查尔斯让她回来的 只为陪戴安娜说说话 劝她去看医生 在马基口中 查尔斯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大家都不是 因为他们对戴安娜的事很清楚 也很关心 但戴安娜不是那么认为的 至少他们不知道昨晚 在她想要自杀的时候 是安妮·柏林救了她 她很好奇 一千年以后 人们会如何评价她 威廉一世是征服者 伊丽莎白一世是童贞女王 如果她真的当上皇后 会不会被人们叫做疯子女王 然后戴安娜转过头来问马基 是不是她泄露了自己 快要崩溃的秘密 马基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出乎任何人意料地 向戴安娜表白了 还特意强调 就是我们想的那种爱 戴安娜惊讶地笑了 这一刻 她仿佛变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才是马基想要的 一个过分的玩笑 能创造奇迹 马基认真地告诉戴安娜 她需要的不是医生 而是爱 惊吓和欢笑 这样才能让她变好 听到这里 戴安娜也不再追究 马基是否真的背叛了她 因为没人会去质疑一个 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其实现实世界里 并不存在马基这样的人物 她是电影杜撰出来的 换种更准确的说法 马基这个形象 代表着一群 真正尊敬和关心戴安娜的人们 就像马基的表白 是友情 是亲情 也是爱情 更是包含了 世间所有美好情感的大爱 冲好店后 戴安娜做了个重要的决定 她穿上了 从稻草人身上扒下来的外套 举起双手 走进狩猎场 在英国 节礼日 也是传统上 进行体育活动的日子 而皇室通常会去打猎 正当众人射击时 他们看到了 只身走出来的戴安娜 赶紧喊停 戴安娜鼓起勇气大喊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带孩子们回家 因为他们不喜欢打鸟 你只需要打我 查尔斯握紧了拳头 但旁边看着的人太多了 他肯定不好说什么 只能假装大方地 放孩子们走 三人回去收拾好行李 临走前特意称了下体重 还让仆人转告军官 他们三人一共17块半 其实影片开始 我们看到了 记录每人体重的本子 三年前 母子三人加起来 本来是19.7的 现在只有17.5 说明短短几天内 戴安娜瘦了很多 戴安娜带着孩子 跳上自己的敞篷车 刚好看到达伦和员工们也在 戴安娜看懂了 她要走的意思 问她要不要带上点吃的 戴安娜夸达伦 坐得舒服了 真的很好吃 但给她吃也是浪费 这个意思有两种 一是明面上的 她每次都很扫兴 吃了也只会吐出来 二是有可能 个人猜测的 感谢达伦的一片深情 戴安娜又在车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那是马基留给她的 上面写着 爱你的人不止我一个 戴安娜终于笑了 她打开收音机 电台里播放着的歌 正好是 What I Need Is A Miracle 戴安娜总觉得 在自己身上 不会有奇迹发生 但现在他们经历的这一刻 奇迹真的发生了 伴随着音乐 汽车驶过田野 稻草人还在原本的地方 却换上了戴安娜 穿过的那件 漂亮的黄色洋服 而此时 在桑德林汉姆府里 军官把那本 《安尼柏林传》 精准地放回了 书架上的空缺 戴安娜把车开进了城里 经过肯德基的德莱苏 她点了三份炸鸡 薯条和可乐 当服务员问她 叫什么名字时 她犹豫一秒后 回答了 斯宾赛 这是她原本的姓氏 她想做回真正的自己 画面停留在了太武士河边 小K美好的侧檐上 再想到 今年是戴飞60岁生计 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多希望这一刻时间能定格 戴飞永远活在画里 再说回这部电影 《斯宾赛》 作为传记电影来说 我认为它是不合格的 但如果作为文艺片 我能毫无犹豫地给它打8分 它更像是一个切片 展现了一个复杂的人 在生命最痛苦的三天里 情绪最爆裂的一面 结果就变成了 越是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 对电影的评价就越高 厨师长达伦 在自己的频道里也有说 像他们这种 亲身参与了历史的人 即便发现了电影 有很多不符合现实的艺术改编 但因为还原了戴飞的神韵 依旧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对于另一部分 不了解前一后果的观众 观看体验就变得特别差了 先不说听不懂 埋在台词里面那些 信息量巨大的彩蛋 连克里斯丁的表演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侥幸做作 对戴飞本人更是无法共情 一部用心的作品 只有粉丝看得懂 对片方和想了解 这段历史的观众来说 都是种遗憾 但既然和大家有缘相聚 我肯定不能让你们空手出去 接下来 我们就结合收集到的各种资料 正确打开戴飞的人生 聊聊他为什么那么圈粉 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全世界人民都爱他 戴安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她从小就是个调皮 喜欢打破常规的女孩 她不爱学习 但情上很高 小时候还获得过 全校最友好的女孩的称号 这大概就是天生做王妃的料吧 17岁时 戴安娜长成了1米78的高个少女 因为没有乱七八糟的情势 又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戴安娜给人一种清纯 不安适适的感觉 当时她和三名女室友住在一起 后来她在台房里说 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戴安娜18岁时 查尔斯朋友邀请她去郊区度假 在那里 她和查尔斯开始走近 期间 还被查尔斯带去见了卡米拉 只是当时的戴安娜并不知道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爱密关系 和查尔斯见面13次后 戴安娜就答应了她的求婚 戴安娜19岁时 皇室正式对外宣布他们的婚礼 有记者问 你们是真心相爱吗 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 当时的她满眼都是自己的爱人 但查尔斯犹豫了 只说了句 要看怎么定义爱 其实这个时候 戴安娜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那个时候她还太年轻 并不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1981年 年纪20岁的戴安娜 和查尔斯举行了轰动一时的世纪婚礼 之后 她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社会话题 杂志封面每次选用戴安娜的照片 销量都会非常高 很快 英美等国家掀起了一股戴安娜风潮 戴安娜天生具有亲民的气质 每次和查尔斯一起外出 人们都会大喊戴安娜的名字 而忽视她身边的查尔斯王子 慢慢的 皇室开始嫉妒她的人气和影响力 毕竟王妃的风头怎么能盖过王子呢 查尔斯曾经发表过这么一段言论 想要人生容易一点的话 最好娶两个老婆 每人负责街道的一边 她只需要站在路中心指挥他们 虽然这只是王子在公开场合开的玩笑 是在承认戴安娜的高人气 但是这种话听起来总觉得别扭 除了嫉妒以外 第三只插足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婚姻破裂 结婚不到一年 戴安娜就发现 查尔斯真正爱的是卡米拉 而不是自己 当时她已经怀上了威廉王子 为了挽回丈夫 她故意从楼梯上摔下去 但查尔斯还是狠心离开了 戴安娜在这段不幸的婚姻里抑郁了很久 她曾在采访里说过 查尔斯的朋友们都认为她有精神病 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丢脸的 被孤立的人 1992年 两人开始分居 戴安娜曾在采访中爆料 皇室为了排挤她 不让她见威廉和哈里 1993年 为了两个儿子 戴安娜选择抗争到底 一场王妃和皇室的战争正式打响 当时甚至出现了 戴安娜阵营和查尔斯阵营 皇室和背后的势力肯定都支持查尔斯 而戴安娜靠的是公众舆论和人民的爱戴 在戴安娜最孤独的时刻 她选择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做她的第一位盟友 继母 前面我们也说过 戴安娜曾和继母的关系非常糟糕 出现这种世纪大和好 可以说戴安娜心境成长了 她小时候憎恨继母 是觉得继母是抢走了父亲的人 但其实放下偏见 去了解继母这个人 很难有人不会被她吸引 继母一生结过很多次婚 也离过很多次婚 她有个特点就是 每次分手她都非常洒脱 不会沉迷过去 永远选择向前看 而且情商很高 人生态度也非常积极 换句话来说 继母是戴安娜的反念 这等于教会了戴安娜一种完全不同的 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 所以她被深深地吸引了 1996年8月28日 戴安娜和查尔斯正式离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继母的影响 戴安娜觉得自己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她和哈罗德百货的太子 埃及富翁多迪法耶兹谈起了恋爱 1997年8月30日 为了躲避跟踪的狗仔 戴安娜和男友多迪 在巴黎市中心出了车祸 双双丧命 法国司法部调查后指出 车祸源于司机酒后驾驶 但多迪法耶兹的父亲公开声称 这起事件是一场政治阴谋 是英国军情六处 受到皇室指示策划的 这个言论在英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细思极恐的是 戴安娜死前也曾接受媒体采访 她预言自己即将经历一场巨大事故 尽管司法部已经给出了具体的事故原因 戴安娜的死 还是成为了上世纪最大的威解之谜之一 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 其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 大家不愿意接受戴安娜 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人世 戴安娜去世后 整个英国陷入一片混乱和悲痛中 每小时甚至有6000人 涌入白金汉宫吊眼 献给戴安娜的鲜花越来越多 对上了长达十几米的花海 悲痛伴随着愤怒 很多人指责说 是无良的狗仔和无情的皇室 害死了戴安娜 后来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关系也走上了明面 直到2005年4月 两人举行了大婚仪式 有人会问 既然王子真爱卡米拉 怎么不在一开始就娶她为妻呢 因为当时卡米拉以为人妇 皇室是不允许一个 有二婚的女人作为他们的王妃 他们要的是一个清白 纯洁的像一张白纸的女孩 而戴安娜刚好符合理想条件 所以也有不少人认为 皇室根本就是在骗婚 1999年 也就是戴安娜去世两年后 时代杂志 把她评为了20世纪 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2002年的BBC调查中 戴安娜名列最伟大的 100个英国人第三位 甚至比女王本人还要高 地位仅次于丘吉尔 和英国基建狂人 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 她是工业革命中 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见过造船厂 蒸汽船 隧道桥梁和铁路等 是现代化社会的铺路人 虽然各路媒体 把戴安娜的地位捧得特别高 但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永远是接地气的 她不仅没有贵族的距离感 也遭受过每个人都可能遇上的苦难 不幸的童年 失败的婚姻 甚至后来被婆家排挤 这些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同情 让人敬佩的是 戴安娜不仅坚强地挺过来了 她用行动鼓舞着所有人 她全身心投身于慈善事业中 其中有两件事情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一是替艾滋病人发生 1980年代 艾滋病开始爆发蔓延 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艾滋 只是一昧地指责 同性恋传播这种病 因此 很多同性恋者受到了歧视 人们穿着隔离服 戴着面具和手套才敢接触患者 那段时间 和同性恋者肢体接触的恐慌情绪 达到了顶峰 为了消除偏见 丹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 走进了一间病房内 和一位艾滋病患者握了手 这张照片成了社会热点事件 在全球传播开来 打消了不少人的恐惧 另一件事和地雷有关 在戴安娜去世前三周 她来到波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埋藏着上百万枚内战时留下的地雷 那里的村民和孩子 总会不小心踩到地雷 严重地 甚至落下了终身残疾 戴安娜不及慰问了当地的受害者 还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亲自走进地雷区做示范 这一举动让超过60个国家 和上千个团体 加入了反地雷组织 共同签署了一份 宣布地雷违法的国际公约 很遗憾 戴安娜没能亲眼见证 而20年后 那个小村庄已经不再有地雷 孩子们可以放心地奔跑在山野林间 这都是戴安娜的遗憎 戴安娜一生参与了至少150项慈善活动 担任过100多个慈善组织的代言人 20多个慈善机构的赞助人或主席 她利用自己的高知名度 为慈善机构宣传和筹款 帮助过世故家庭 流浪者等大大小小的社会边缘人群 在她身上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母亲的伟大 一个离异女人 好好生活的勇气 还有一个王妃的社会责任感 她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 曾经有个艾滋病患者说 她的生活原本黯淡无光 但王妃微笑着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刻 她忽然感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我们了解完戴妃生平 再回看电影 不得不感叹 这简直像不精致且心思巧妙的艺术品 小K在电影里至少穿了15套不同的衣服 每套衣服都像灵魂的一块碎片 一步步还原出戴安娜的真实模样 这要归功于电影的服装设计师 杰奎琳·杜兰 她曾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服装设计奖 为了更好地还原戴安娜 贾奎琳根据王妃的穿衣风格 重新设计了衣服 而且每件套装都有独特含义 电影里小K刚出场 穿了一件红绿相间的格文毛尼西装外套 这件衣服致敬了戴安娜 1989年访问普兹茅斯时穿的套装 但这个造型的亮点不在服装 而在于她手上的蓝宝石戒指 那是查尔斯给她的求婚戒指 和泰坦尼克号里 肉死的那条海洋之心是同一个牌子 来自于英国皇室御用珠宝品牌 艾斯普雷 在众多名贵绚丽的珠宝中 皇室为什么会选择蓝宝石作为订婚戒指呢 一是因为早在17世纪 欧洲皇室贵族就把蓝色视为尊贵的颜色 所以才有后来的皇家蓝一词 二是在所有宝石中 蓝宝石是最有名的 而且蓝色越浓郁 价格越高 表示身份越尊贵 当年查尔斯购买这枚戒指时 花了37000英镑 今天她已经升值到高达50万英镑了 但那去世后 这枚戒指作为遗物传到了哈里手里 当哥哥威廉找到心仪的王妃时 哈里主动拿出妈妈的蓝宝石戒指 作为威廉向凯特求婚的礼物 因为总有一天威廉会继承王位 母亲的戒指会佩戴在英国皇后的手上 这是两位王子怀念母亲的一种方式 除了订婚戒指外 小K穿战的条圣诞晚宴裙也很值得考究 她很像王妃生前最爱的礼服 电影选用的是 香奈儿1988年春夏高丁的复制版 但正品存放超过30年 已经脆弱的不能再使用了 为了成功复制这条裙子 香奈儿耗费了1034个小时 其中仅刺绣就花费了700个小时 不得不感叹 这条裙子非常精美华丽 让人眼前一亮 但在电影里 大安娜却穿着她蹲在马桶旁呕吐 美感与束缚同时存在 让画面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影片最后 大安娜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制服 在草坪上奔跑 这件衣服后来被披在稻草人身上 她和1989年 王妃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游行时 穿得很类似 现实中是大胆的红色 而电影里改成了低调柔和的淡黄色 这套制服安排在影片快捷尾时出现 象征着大安娜终于下定决心 去寻找自由 这些礼服优雅迷人 非常符合王妃的高贵身份 但其实私底下 大安娜最喜欢的是一件 备受争议的费城老鹰对夹克 许多人认为 英国王妃穿这件衣服不太合适 因为她太美国化了 但大安娜就是喜欢夹克上优雅的logo 一只飞翔着的老鹰 电影里也致敬了这件夹克 欣赏了那么多套服装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 当电影气氛比较压抑时 大安娜都会穿着皇室给她安排的套装 有一句话说得好 欲戴王冠必成其重 身为王妃的压力和束缚 就像穿着这些精致的套装一样 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当电影气氛比较放松时 比如大安娜半夜去厨房偷吃 平时和孩子们玩了打闹 和马鸡在海边聊天 开车带着孩子们兜风吃快餐 她都是穿自己的私服 T恤 牛仔裤 运动鞋 这表明在这些时刻里 大安娜才真正地做回了自己 电影里每一套衣服都是藏着情绪的 可见导演在细节处的用心程度 回到电影本身 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一部 以戴妃为主角的预言故事 因为它是不客观的 它隐藏了整个圣诞假期所有的快乐 而只展现了压抑的一面 通过这种方式放大大安娜的情绪 从而向观众传达一个道理 镀金鸟笼里的王妃 远远没有穿便服吃快餐的私宾赛来得快乐 把一个浅显的道理 拍出了别样的意境 我觉得是电影做得优秀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完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